在追寻真理的路上 道理 第五章 红于专 弗朗西斯培根说过 知识就是力量 学校的使命是传授知识 照常理 成绩优异的学生会得到奖励 这并不意味着他一定是品行端正的人 但那是完全不同的议题 在学校里能够获得知识 是成为好学生的必要条件 这是公理 但在1964年上海的一系学校里 这一尝试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和诋毁 承认知识本身的力量成为一种政治风险 第二所在的高中是示意级的重点学校 教学质量优秀 学校所在地知识分子家庭比较集中 年复一年70%以上的毕业生被大学录取 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 该校的师资力量有所削弱 因为一些资深教师被打成右派 并被撤职 但悠久的传统仍然显示了其顽强的生命力 学校的教育质量基本保持了下来 第二高一的时候 学校有一门哲学课 教课的青年教师才华横溢 不幸的是几年以后在文革中自杀了 这是后世 当时的课本是旧苏联的哲学小册子 和毛泽东的哲学论文的汇编 你可以同意或不同意它的内容 但课本和老师的教授是相当的专业 到了高二情况发生了变化 阶级斗争论占了压倒地位 哲学课为政治课所代替 没有正式的教科书 只有临时拼凑的教材 对迪亚来说 这直接带来的个例影响 使他持续的全A的学习记录被打破了 因为政治课是伪装成教育科目的政治评估 这门课没有正式的考试 但到学习结束时 成绩单上会显示政治课的成绩 你所看到的就是你所得到的 你也不要去问为什么 和其他大多数的学生一样 B级是第二的命运 到了高三年级 政治课老师实际上是学校的正工干部 完全不顾课程安排 一进教室便直接开始洗脑 政治课的仅有的学术成分 荡然无存 随后更多或明或暗的变化 皆重而至 由于学校采取政治优先的措施 就有许多来自外区 所谓有良好家庭政治背景的学生 教治人员中 那些不许无数 但善于玩弄全数的政治投机分子 逐渐掌握了决策权 有一天 学生们在礼堂聚集 老校长坐在台上 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教育家 学生以为他会发表关于教学的演讲 但这并不是会议的预定议题 学校的党的领导 决定在政治训导开幕之前 先安排校长 简短的谈谈公共卫生 姗姗来迟的学校的党支部书记 终于出现在话筒的后面 她的演讲通常是单调乏位 无尽打财 充满着听烂了的政治术语 但是那天她精神捣唆 语出惊人 她是专门来批判 所谓学生中的资产阶级意识 特别是唯有读书高的不正之风 她提高了嗓门 一门中的许多人对政治不感兴趣 整天就知道死读书 读死书 读书死 这真是极左派创造的新的警句 如此刻薄 人们听了时间那么久都不会忘记 这根本不是事实 敌二坐在那里听着 几乎要叫出声来 你知道我们每天下课以后 要花多少时间来接受额外的政治教育吗 我们每周要去附近的工厂工作半天 每学期要去乡下干两周的农活 我们大多数人 我们大多数人几乎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做家庭作业 第二对JL表示自己的业务感 我们还积极参加集运动 合唱团和各种课外活动 绝不是书呆子 JL感受到了第二的居伤 试图让他振作起来 他说当然 我们必须向先人学习 牛顿 法拉第 开普勒 他们都不在人世了 然后 JL的声音变得严肃起来 他向他的好友提出了忠告 你说话要小心 第二一直很尊重JL的意见 但这次他没有听JL的话 学校里正在就红与专的关系 展开一场公开的辩论 红与专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 中国流行的政治术语的直译 意思是 一个人要成为对社会有效的贡献者 就必须满足两个基本的要求 第一是具备正确的政治意识 比如中与党和社会主义事业 这被称为红 第二是具备工作所需的知识和技能 这被称为专 一名激进的学生说 知识就是力量 是一个错误的口号 苏联的一本杂志 用这个口号作为标题 所以这是修正主义的思想 第二指出 这句话是来自弗朗西斯培根 那么这也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第二说 让我们回到辩论的主题 我们是讨论知识是不是有力量 我认为是的 如果你不同意 你就必须证明知识是无能为力的 瓦特发明蒸汽机 是为了资本家来剥削工人阶级 第二反驳道 那是另一个话题 你是说知识是否一定能为大众服务 但你并没有证明知识没有力量 火车头里的蒸汽机 驱动着沉重的列车 能说没有力量吗 打开比方 第二继续说道 红河砖 就像一个数字的值 知识是那个绝对值 它的正值目的 可以看为加号和减号 知识 具有内在价值这个观点 惹恼了一些激进分子 但他们无法提出有效的反驳 所以整个的争论就被搁置 第二觉得 左翼的激进分子的论点失去了理性 又红又专 是共产党的口号 看来争论的对方并不懂 中文里这个又和又是什么意思 生活还在继续 毕竟还没有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情况令人不愉快 但还没有达到疯狂的地步 尽管不断的受到政治干预 学校还是得上课 高学术标准的传统依然存在 课程作业量仍然很繁重 多年以后 当第二区美国留学时 他意识到自己高中的科学和数学的课程的水平 可能相当甚至超过了许多美国大学二年级科学专业的水平 繁重的家庭作业和例行的考试具有挑战性 即使是成绩好的学生也必须努力才能成功 没有人可以掉以轻心 一时的疏忽或懈舵 都会让一些好的学生 在那些突击测验中栽跟斗 第二善于从小的挫折中吸取教训 通常在真正重要的期末考试中 表现得非常的出色 然而那些按政治名额录取的学生 却面临着两难的境地 一方面课程负担沉重 打击了他们的士气和自尊心 另一方面学校的领导必须确保他们中 没有人应不及格而留机 官方的计划是把这些红色的学生培养成专家 党支部书记宣布 这是一项政治任务 也第二对此不仅没有揍眉头 甚至表示愿意助一臂之力 他说没有知识社会主义建设就是空谈 他被分配了一个学习伙伴 负责辅导该同学的物理和英语 真正掌握任何科目都是困难 但学习物理比其他科目更难 高中教授的经典物理课程 并不需要大量的记忆或复杂的数学计算 但要求准确理解底层概念 而这些概念往往是难以琢磨 第二 尝试的一些办法 包括总结老师的讲课要点 传授自己理解的心得 以及一些被辅导者一起 做一些最终可能会出现在试卷中的题目 至于英语 那所高中面临非常特殊的挑战 因为许多学生都是来自其他名气不大的初中 这些学校很少教授英语 高中入学考试也不包括英语 因此那些从初中开始就在同一所学校学习的学生 和那些初中在外校就读的学生 他们之间的英语水平差距非常之大 直到卷入这项特殊的任务 第二才完全的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好在英语只有鄙视 第二想 如果能让有困难的同学记住 大部分单词的意义和拼写 那就成功了一半 然后经过一些语法练习 及格还是有希望的 举个例子 他教被辅导的同学将陈述句变成疑问句 方法是在开头添加注动词 例如do或does再句位再添加问号 这就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当时的中国仍用苏联的评分制度 根据这种制度 根据这种制度 D也就是两分是不及格的 但最终每个人都通过了考试 因为那些成绩面与流济危险的学生都得了C 因此过了关 一切都没有白费 学生的努力 同学的帮助 当然还有老师的贡献 除了勤奋教学 他们出的考试题目 也没有过于难为成绩差的学生 学期结束时 每个学生都拿到了自己的成绩单 似乎是皆大欢喜 那时是不公布任何科目的考试成绩的 也没有评比学业名次的事 也许是因为害怕冒犯一些学习较差的左派学生 政治正确并不是美国的独有的现象 它是无处不在的 校方绞尽脑汁 要把很多红的学生变成砖 但要怎样才能把砖的人 以及所有人变红呢 答案就是政治灌输和思想改造 共产党人本应当是无神论者 但是在第二的高中 他们组织的政治会议 却显得恰恰相反 非常像一种宗教的仪式 他通常要求参会者进行灵魂的探索 唱自证其罪的参会歌 比如说没有共产党 我什么都不是 我所有的一切都是毛主席的恩情 这类感恩式的政治表中 适用于所有家庭阶级背景的学生 另外工农家庭出身的人还会说 我辜负党的期望 受到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没有障碍无产阶级立场 我要好好学习毛主席的著作 提高自己的思想 有时一些善于政治表演的人 为了添加戏剧效果 还会动情流泪 对于非工人阶级家庭的学生来说 忏悔通常是从谴责自己的父母开始 并感谢党和毛主席的教导 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比如他们会说 遗憾的是 我的资产阶级倾向是如此的顽固 我一定要与家庭划清界限 终生改造我的思想 发出这种誓言时 如果能够咬牙切齿 更是显示出其坚定和真诚 这所学校并没有开戏剧课 但不少学生在现实生活中 学会了一些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艺术 并忠诚地遵循了达尔文的 逝者生存的原则 然而狄尔不买那个账 他喜欢诚实和独立的思考 而那些极端的政治作秀令人厌恶 当他一周又一周 一月又一月地重复时 真是一种难熬的精神折磨 但不管你喜欢与否 这是当时每个同学都要面对的现实 你对此无能为力 无可奈何 正如一句法语所说 C'est la vie 生活就是这样 这种西斯底里的西朗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必然是整人 第二的高中的生活是如何结束的 所发生的事如何改变了许多学生的命运 请听后续的第六章 一场中学生的整风运动 谢谢收听订阅 点赞和传播